中国与巴基斯坦8号发表联合声明 中方重申将中巴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 八方强调巴中关系是把外交政策基石 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声明表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期间 双方就双边关系各领域事务及国际地区形势 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就进一步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一致认为中巴两国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 中方重申将中巴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 八方强调巴中关系是巴外交政策基石 八方高度评价新时代中国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 认为中国是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 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和实践方案 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八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定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八方将在涉江 涉藏 涉港 南海等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 双方强烈谴责326巴基斯坦达苏水电站项目 中方人员车队遭恐怖袭击事件 强调任何企图破坏中巴友谊和两国合作的图谋 都绝不会得逞 双方一致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重要先行先市项目 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八项行动走深走实 双方强调产业合作是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重之重 军事方面 双方强调不断强化中巴战略防务安全合作 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确保地区战略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双方同意保持两军高层交流互访势头 不断提升连演连训和军事技术交流合作水平 双方强调维护南亚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解决所有味觉争议的必要性 反对任何单边行动 双方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反对霸权霸凌霸道 共同反对排他性做法 共同反对强权政治 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 双方一致认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引领人类社会进步方向 丰富了全球治理实践 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开辟了新的道路 双方同意加强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重申解决当前加沙危机的根本出路 在于落实两冢方案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另外访问期间 双方签署关于中巴经济走廊 交通基础设施 农业 产业等领域的 共计23项合作文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